全球大視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全球大視野的忠實觀眾 前進戰略高地 和國際職仇對決的忠實粉絲 正妹看世界的寶寶們 加入全球大視野頻道會員 每月固定小額付款贊助 知識中編 繼續做優質國際新聞和評論 請來到全球大視野頻道 首頁右上方按下加入鍵 讓我們成為全球大視野Family 會員有獨享福利 快來加入喔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成功出擊 中東上演完美的外交收官秀 其中在中國海灣阿拉伯國家 合作委員會的峰會上 習主席拋出了重磅消息 表示大陸會繼續跟海河會的國家 擴大進口原油 液化天然氣 而且要加強油氣開發 清潔能源技術合作 開展油氣貿易人民幣結算 前立委雷倩就分析 這代表了男男合作 而且是石油美元最大的挑戰 等等深度來說 以前美國是靠著給沙特軍武換取石油美元 但是美國不給沙特最好的武器 現在沙特改向中國來買武器了 說到大陸武器 香港南華早報就說 日本早就知道說 光靠這個F-35 是根本打不贏中國大陸殲20的 因此日本要拋棄美國 找上了英國跟意大利 要研發六代機 說到了大陸六代機來看到 美國1945就表示 大陸這個六代機首飛 可能會在2035年之前 另外說到了殲20 現在已經有200架了 另外他說 這個架次早就超過了F-22 殲20可能現在已經成為是 全球規模最大的重型五代機群 美國專家還說 殲20還會換上的是 涡扇15的發動機 習近平主席出訪沙特 提到了大陸發展太空 跟全世界共賞 但美國征服太空 只是為了打贏中國大陸嗎 美國航空的NASA局長 Bill Nelson 他說在載人登月的計畫上 大陸跟美國 形成了一個競爭的關係 還說美國 渴望在2025年 實現載人登月 在這項領域擊敗大陸 充滿了太空競賽的言論 大陸專家就說 大陸根本不會跟任何國家進行 所謂的太空競賽 會按照自己的需求 開展登月的計畫 美國總統拜登 眼中真的只有China嗎 他發推文說 美國經濟增速 今年可能會超過中國大陸 但是遭到了INF 狠狠打臉拜登 因為INF預測說 中國大陸在2022年的GDP增速 來到3.2% 2023有望到了4.4% 相較之下 美國2022年的GDP增速 只有1.6%左右 美國失去的中東 連非洲也要失去了嗎 像是拜登要拉攏非洲 13到15號 召開第二屆的美非峰會 前中紐西亞大使見聞集就說了 大陸經營非洲 從毛澤東就開始 美國這個時候 開所謂的美非峰會 根本是作秀 狗廢火車 美國又展示霸權了嗎 霸道了嗎 世貿組織判決 美國對大陸等國 鋼鋁加徵關稅 違反了國際規則 結果 美國貿易代表署表示 強烈的反對 並且拒絕取消 課徵的關稅 環石撤評就說了 不能任由美國 在WTO耍流氓了 等等分析 首先頭角來看到 美國總統拜登 眼中真的只有 China China China嗎 當地時間 11號他發推文說 美國的經濟增速 可能會超過中國大陸 就這條推文引起了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的關注 不過衛星通訊社 它特別報導說 國際貨幣基金 INF 對今年的 中美經濟增速的預測 跟拜登你說的 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您覺得拜登 你又在吹噓了嗎 來聊天 謝謝下您的看法 就多留言 以及按讚 我們先來聚焦 拜登 他其實怎麼自吹自擂呢 他11號的時候 發了一個很簡單的推文 內容是說 根據獨立專家預測 美國今年的經濟增速 可能會超過中國大陸 這是自1976年以來 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衛星通訊社 就援引了 INF的一項數據 給出了完全不同說法 根據INF的一個預測 大陸在2022年GDP 增速來到3.2% 那另外呢 2023年有望會來到4.4% 好 那相較之下呢 美國在2022的GDP增速 只有1.6%左右 不僅如此呢 報檔還說 上週五啊 有一些加拿大的媒體 就援引經濟學家的預測說 美國經濟 明年就會出現 短暫而輕微的衰退 與此同時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 上週也說過 他認為美國經濟衰退 並非不可避免 但是彭博社馬上就打臉了 他說呢 葉倫同時也表達了 美國經濟可能會避免衰退的信號 的信心 但是彭博社有提醒 11月有進行他們自己的一項調查 大多數的經濟學家都認為 美國明年就會陷入衰退了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被說 初級中東 而且是今年外交的成功的收官秀 以前美國是怎麼樣呢 用安全 美國武器換到了沙特 用美元來進行相關的交易 但是美國盟友啊 來看到像是以色列 最重要是中東他的盟友 而且呢 他一定會給以色列最先進的武器 一定都先給他 所以呢 現在中國大陸軍事崛起了 大陸軍武就成為呢 沙特另外一個選擇 因為沙特買不到最先進的武器嘛 那您覺得呢 未來中美呢 在中東 那誰會更受歡迎呢 是美國嗎 還是中國大陸呢 來聊天室 我們也來一起互動 說到這次習主席出訪的三款峰會 包括什麼呢 包括來看到像是呢 中國大陸的領導人跟沙拉 沙烏地阿拉伯領導人的 中沙領導人峰會啦 另外還有首屆的阿拉伯 跟中國大陸的國家峰會 中阿峰會啦 以及中國跟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的峰會 其中在中海峰會上真的重中之重 習主席說出了這個重磅消息 他怎麼說呢 他提到說 來看到 未來石油美元面臨到很大的挑戰嗎 習主席強調 未來啊三到五年要跟呢 海河會的國家就以下領域來做出努力 第一點呢就是要建構能源立體的合作新格局 大陸會繼續從海河會國家擴大進口原油 液化天然氣 加強油氣的開發 清潔低碳能源的技術合作 開展油氣結算人民幣結算 油氣貿易的人民幣結算 利用呢 中海和平利用啊 這個 核技術的論壇 那共建中海核安保的示範中心 為海河會國家培養和平利用核能啊 核技術原才 我們先來聽看看習主席是怎麼說的 中國將繼續從海河會國家持續大量進口原油 擴大進口液化天然氣 加強油氣上油開發 工程服務 儲運鏈化合作 充分利用上海石油天然氣交易中心平台 開展油氣貿易人民幣結算 另外呢其實呢 習主席還說要推動了金融投資合作的新進展 而且中國大陸願意怎麼樣呢 跟海河會的國家開展的是金融監管的 合作成立共同投資聯合會 支持雙方用主權財富基金以多種方式 來開展合作研究舉辦中海產業和投資合作論壇 加強數字經濟還有綠色發展等相關領域的合作 建立雙邊投資和經濟合作的工作機制 深化數字貨幣的合作 第三點來看到呢 他提到說要拓展的是創新的領域的科技合作 中國大陸願意跟海河會的國家共建大數據 還有雲計算中心加強像是5G啦6G的技術合作 第四點來看到的是航天的部分啦 航天太空合作的新突破 中國大陸要跟海河會的國家在搖桿啦 還有呢通信衛星空間應用航天基礎設施 航天員選拔等等的領域來合作 歡迎海河會的國家航天員進入到大陸空間站 同呢中國大陸航天員聯合飛行 並且展開的是科學的研究 第五點要說打造語言的文化 合作的新亮點 要跟海河會國家合作創立呢 300個中文智慧的教室 剛剛有特別提到 習主席強調開展油氣的貿易人民幣結算 前立委雷倩就專業的分析說 這代表是南南合作石油美元最大挑戰 什麼叫南南合作呢 它意思就是 由於世界上絕大多數的開發中國家 都是處於在南半球 或者是北半球的南部 因此呢在1960年代的時候 這些國家之間呢 就開始為了擺脫以開發國家的控制 發展民族的經濟 開展專門的經濟合作 所以叫做南南合作 我覺得我們可以用習近平主席他講的 這是南南合作的新典範 那也是對石油美元到今天為止霸權的一個最大衝擊 它不但是在第一階段的交易 它後面也會成為它後續發展 所採用的一個主要貨幣 那我們剛才特別講過了1974年呢 美國跟沙烏地阿拉伯有一個密約 讓它直接把石油美元 就是賣石油得到的美元 進入了美國的國債的系統 成為它的美元環流中間的一部分 那這個是我們40多年以後才知道的一個秘密 那麼現在如果我們看真的要去做石油人民幣的話 我認為中國大陸其實已經做了很久的準備 我就替大家把它的準備整理了一下 第一個在石油的期貨交易最早的時候 在現貨是從2006年開始 在上海的石油交易所就可以 然後在期貨的部分 用人民幣計價的部分 2018年開始 而且在2021年的時候呢 就有了一個人民幣原油的齊全 而且是對外資開放的 是在上海期貨交易所 那這次特別討論的是上海油氣交易平台 那麼它也是2016年開始 成為用油氣人民幣結算是今年的重點 是最後剛剛大使講的這一塊 那你仔細去看的話 這一系列的東西會跟誰對接呢 會跟我們現在常常用的WTI就是在紐約的 mercantile交易的這個 每周的石油的基本計價的基礎的 這個WTI這一些地去對接 有期貨有限貨 會跟布蘭特 也就是歐洲的油品的基本定價的基礎的 這個ICE來對接 也是有期貨有限貨 再來會跟杜拜在2007年開始 以安曼的原油為主的這一個交易所來對接 因為他們本來希望成為亞洲的標準價格 那麼漢會跟Murban 木耳班 也就是最新的一個2019年才開始的 在阿布達比開始的這個 有限貨有期貨的這個交易所對接 我們認為未來的發展呢 新的會發展可能的新的石油貨幣 也就不只是石油美元了 因為他們可以直接本幣結算 另外呢會有新的交易支付結算機制 那這一次就是習近平先生有講過的 然後另外更重要的是 亞太的石油天然氣呢 現在的定價權 幾乎它的定價機制都不在亞太手裡 就會產生後面的一些效果 因為它價格可以去對比 價格逐漸透明 價格逐漸整合 市場逐漸有效率 過去完全被資本市場去賺的這些叫 譬如說對沖的錢 或者是那個換約的 我們叫做Swap或是Hedging的那些錢呢 慢慢的它是建立在市場不透明的情況之下 但是當他們對接了以後 市場逐漸透明了以後 那整個全球的定價機制也會有所改變 好 這樣講完你就知道 為什麼美國現在時常會跳腳 而且你也可以知道說 人民幣它其實是一步一步的 在一邊它國際化的過程中 一步跟它的原來的經濟發展 跟經濟夥伴產生更緊密的關係 最後讓這一次的這些國家 跟中國大陸交易的時候 願意使用人民幣 當然是因為人民幣解決了 幾個重要的問題 就是它雖然不能自由的兌換 可是你跟它有雙邊貿易的話 你用本幣結算 你可以換東西換貨品換服務 雖然它不像美國的美元那麼大 或者是那麼穩定 但是它逐漸成為更可信任的貨幣 因為美元的快速的變動 或者是美元在價格上面的操作 會直接吃掉了你所有的利潤 跟人民幣直接兌換了以後 你可以換回來你自己 未來所需要的各種科技以外 也會增加很多的資本市場投資的機會 剛才有講過包括亞洲的資本市場 都可以成為新的機會 我相信也是原來石油美元霸權裡面 最頭痛的一個部分 難怪Kirby會說 會衝擊這個有規則的國際秩序 好大陸不只呢 是跟經貿跟中東合作 武器更是如此啊 尤其是中國大陸的武器呢 軍武越來越強大 我們來看到香港南華早報 它怎麼說的 香港南華早報它說呢 其實啊光靠F-35 日本知道是打不贏殲20的 因此日本拋棄了美國 要找了英國跟義大利來造六代機 大家都知道日本呢 在一百年前就已經開始製造飛機了 自認為是亞洲第一名 但是現在航空的工業 產輸給中國大陸早就被銀頭趕上了 那日本為什麼覺得F-35打不贏殲20呢 來看看這個分析 F-35跟F-22相比的話呢 它被說其實它為的都是怎麼樣 為了美國自己而利益生產出來的F-35 它對地攻擊為主的 不是制空權為主 但是要打仗的話 制空權很重要 所以因此來看到F-35對標F-22的話 它降了很多的一些規格 譬如說它是一個輕型機 而且它航天系統也許比較先進 但是它的速度只有來到1.6馬赫而已 作戰半徑澳洲的研究說只有500多公里 真的非常的短 好來看到呢 那殲20不一樣了 殲20它現在是批量的生產 還動用的是脈動生產線 所以這個殲20已經來到了200架次 所以其實已經說F-35根本就打不贏殲20 那我們說到殲20 它就是一款重型的五代機 在航電方面呢 可以說是完全跟F-35一比高下 其他方面則是針對對標的是F-22嘛 所以F-35當然會打不贏 來看到的是這個殲20嘛 另外來看到的是陸媒啊 時評 軍情他也特別說 因此呢F-35跟殲20 本來就不是一個級別上的對手啊 F-35處於非常多劣勢的狀態 這一點呢 其實在西方媒體當中 公開了這個大家都知道的事實 更為關鍵的是呢 殲20現在早就量產了 速度非常的猛速 按照美國媒體的研究呢 殲20現在有多少 現在已經有了200架服役了 而且成為規模最大的重型五代機群 而且這就是贏了美國的F-22 已經超越了美國F-22 那這讓日本真的很尷尬了 因為手中最好的戰機 沒有辦法跟殲20對抗 不僅是質量或數量都沒有辦法 因此日本決定呢 要來做為自己下一代的戰鬥機計畫 也就是實施FS計畫 日本的下一代戰鬥機計畫呢 預計在2035年能夠服役 那因為呢自衛隊的現在先進的裝備 被說被解放軍也是全面的超越了 那他自己想要發展所謂的六代機 美國不斷的阻撓 因此呢日本找上了他國 來看到日本的這個六代機 他找了誰呢 找了英國 因為英國也有一個暴風雨劇畫 所以日本就把FS的計畫 兩個一起合併 好 來看到 所以叫日本 英國跟義大利 要成做個六代機 但是呢 時平軍情就說啊 這真的是原水救不了進可吧 你這個合作呢 能夠多久才能成型呢 中國大陸早就已經研發出來六代機了 來看看這個中國大陸六代機 這就是日 中國大陸的這一次珠海航展露面的六代機 有引申啦 有五尾翼的一個相關的造型 這是中國大陸的六代機 美國的空軍司令部的將軍 凱莉也說 中國大陸按照計畫就在研發六代戰機 你看的確這個樣子都長出來了 1945也說呢 中國大陸的六代機會在2026年到2028年之前 會進行首飛 關鍵時間點是 2023年之前會交付空軍服役 你看2023年都要交付空軍服役了 那你們這個 英日翼的六代機 到底什麼時候才會出來呢 引發好奇 另外啊 說到了殲20 F-22這個戰機寶座已經溢足了 來看到了中國大陸的軍事實力大躍進 一起關注的是 殲20這個數量呢 已經超過了200架 F-22之前被說是最強重型的 戰鬥機隊的寶座 終於讓中國大陸給超越了 直變就變成了 量變就會成就了直變嘛 因此中國大陸殲20戰鬥機的性能優勢 也是非常非常的明顯 我們來看看 殲20呢 現在產量已經來到200架 那它是2016年列裝的六代機 迅速的部署 好 F-22很強沒錯 但是你只有182架而已 生產線現在也關停了 高度也有限制 航電落後 所以你很難升級 不像中國大陸殲20是可以跟很多優秀的戰機 一起來合作 強強聯手 比如說你看 這個三劍客一起同框 殲20 殲16 還有殲10C 他們其實可以一起來作戰 另外美國自己部分13A呢 也被說你沒有辦法去追蹤到殲20 戰略國際觀察陸媒就說 中國大陸真的有能力來後來居上 另外呢 美國軍事專家彼得呢 他也說中國大陸殲20200架 脈動生產線真的很強 未來還會裝的是涡膳15 也會小批量的生產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呢 出訪沙特 其中呢 在首屆舉行的中阿峰會當中 他提出了說 中阿要務實合作八大共同的行動 其中呢 第四點我們來看看 他說到呢 提到了綠色創新共同行動 中國大陸願意跟阿峰呢 建立中阿乾旱 還有呢 荒漠化 以及土地退化國際研究中心 實施五個應對氣候變化 南南合作的項目 利用呢 大陸風雲氣象衛星 還有北京世界氣象中心 支持阿峰呢 來在防災啦 然後減災 願意跟阿峰設立 中阿北斗應用產業促進中心 而且為阿峰在交通運輸啦 還有呢 農業 還有搜索救援等領域提供優質的服務 跟阿峰呢 能夠在生命健康 人工智能 綠色低碳 信息通信 空間信息等領域呢 共建一批聯合實驗室 還有研發合作的中心 向阿國呢 提供三百項先進的適用技術 所以您覺得 中國大陸的高科技發展 會不會跟沙特擦出更多的火花嗎 未來會不會更是如此呢 來聊天室寫下您的看法 皆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先來看到 最近呢 世界經濟論團 也公佈了一項很重要 叫做燈塔工廠的名單 一起來聚焦喔 他說呢 有新入選的十一家當中 有五家是來自中國大陸的 燈塔工廠 是世界經濟論壇 跟麥肯錫公司 共同挑選 不僅呢 是全球製造業的企業 工業4.00跑者 也是數位化 數字化轉型的表率 目前全球114家的 燈塔工廠當中 中國大陸高居了 42家 佔比超過了三成 是世界上擁有 最多燈塔工廠的國家呢 另外 迅速增長的背後 就是中國製造業 正在經歷一場 數位疊變 好像蝴蝶一樣疊變 那前立委雷倩就說 大陸不只是基建很強 基建狂魔嘛 還成功數位疊變了 美國說呢 中東不能買華為 不然就不給你F35 你看要挟人家 但中東還是選擇要華為 很打烈美國 你最基礎的這個數位轉型 剛才講的那個數位疊變 這些燈塔工廠呢 就是它的數位整合的 力量非常的強 因為你如果要去把它做數位的轉型 你基建是一定要的 所以美國說你要華為 我就不賣你F35的時候 大家說好 我還是要華為 而且他們可以看到說 華為的5G已經帶來它未來的發展 當他們要去做數位轉型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雲端 那最厲害的像阿里雲 就除了你除了去按照美國的這些模式以外 你另外一個選擇當然就是阿里雲 還有你許多未來的發展中間 剛才講到了軍武 你都需要你有很好的定位系統 能不能給你有那個軍規的或軍民兩頁用的定位系統 而且給你足夠的自我防禦的武器 並且是一個沒有風險的供應者 我覺得沒有風險非常重要 今天我們如果看整個中東局勢的話 最重要的最開頭產生風險 當然是以色列復國以後 1973年的大的Yamkipur戰爭 那這個戰爭之後 1973年的戰爭 1974年的禁運 開始了一系列 每一個國家要在自我防衛上面 做各種結盟的這些事情 所以美國一直都是 這整個局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員 所以美國到底是會對以色列 對巴勒斯坦 還是對這些阿拉伯韓文國家 有沒有任何的一點偏差 都會影響到區域的局勢 更何況在2001年的這個911之後 他直接的介入了 進入了 攻打了許多這個區域的國家 目前看起來中國大陸 忽然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首選 最近這些年 它的雙邊貿易都是以30%左右 每年的成長 也就是說它兩年多就翻一倍 兩年多就翻一倍 它彼此中間的關係是非常夯實的 是建立在它真正的製造 跟服務中間的互相交易 當然還有資源中間互相交易的 那這樣的一種關係 自然就會成為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partner 但是我們也可以說 中國大陸已經不是過去的無下阿蒙 它所提供的和它帶到全世界的 除了剛才講的匈牙利的這個小鎮 這個匈牙利小鎮忽然之間可以搖身一遍 成為整個歐洲第二大的電池跟倉儲的生產國 你可以看到對它的影響有多大以外 老牌的工業強國像德國也是如此 杜伊斯堡這個例子不是很明顯嗎 杜伊斯堡在有中歐班列以後 它改變了它成為一個新的21世紀的重要的物流中心 這些新的基建的計畫跟新的技術 其實已經完全在轉換我們世界在運作的模式 包括了華為它有一個非常龐大的港口的 這個完全的服務 我們自己看到洋山港你就知道 它可以完全無人化的去服務 那這麼多的物流都會受到這些影響的情況之下 中國大陸去帶到全世界的並不只是資源 不是基建狂魔的這個能力 不是只有善意 還有一個實打實的科技基礎 非常重要的未來藍圖 那麼這些以外 最後還有一項很重要的 就是堅持那個男男合作的精神 說到大陸發展太空跟全世界共享 尤其是大陸的空間站 和來自像是沙特等17個國家 總共有9個項目 成為大陸空間站的科學的實驗 進入了首批入選的項目 標誌著大陸空間站的國際合作 進入了新階段 但是大陸是跟人家合作 美國征服太空 要征服月球 你IP就是只想贏過中國大陸 要打太空競賽嗎 您覺得誰會得人心呢 是美國還是中國大陸呢 也來一起聊聊 說到這一位美國 來看到NASA局的局長 Bill Nelson 他最近接受日媒採訪的時候 還說 美國在再人登月的計畫上 跟中國大陸構成事實上的競爭關係 而且美國有望在2025年左右 再次實現登月 另外呢 他說這個領域要擊敗中國大陸 根據日本日經亞洲的報導 NASA在明年2月要出訪日本 並且期望就美國主導的重返月球的項目 阿提米斯的計畫 要跟日本來簽署合作的框架協議 他說呢 日本就是我們最強大 而且最重要的合作夥伴之一 美日的航天領域的合作關係 是拜登政府和日本政府的優先事項 好啦對於你看Nielsen又來什麼 冷戰的言論 大陸外交部的發言人趙立堅 其實早在8月29號例行記者會上 就強調了 外太空又不是各國的角力的競技場 而是合作供應的重要領域 趙立堅說 探索和平利用外空 就是全人類共同的事業 因為全人類謀福利 大陸一貫是要致力於和平利用外空的 維護外空安全 與各國廣泛的開展合作 中國大陸也歡迎更多國家在這邊能夠取得進展 我們願意各國繼續攜手努力推動外太空的事業 而且促進各國經濟發展還有社會的進步 推進共建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做出更大的貢獻 好你看到中國大陸格局 是不是比美國大一點呢 大陸的來看到航天技術專家 黃志成老師呢 他也說日本就是你美國呢 重返月球計劃的重要夥伴 紐森這次訪日呢 就是要爭取日本呢 對於美國重返月球計劃的支持多給錢嘛 因此呢 把矛頭對向的大陸 要營造美日盟友的氛圍 美國重返月球計劃 主要就是為了 在月球上維持美國的霸權主義 你看從地球逗到太月球去了 那實際上呢 這計劃無論是在技術上呢 或者是經濟上都存在很大的困難 所以美國呢 想把美蘇太空競賽那一套呢 要套用到中國大陸身上 黃老師就說 大陸的載人航天計劃 在國際社會始終是堅持開放的態度 目前已經有17個國家的科學研究項目呢 進入到中國大陸空間站 未來還有很多的國外的航天員 準備入住到大陸的空間站 人家也要學中文了 應該要說明一點 大陸是不會和任何國家進行 所謂的太空競賽 大陸會按照自己的需求 開展登月的計劃 帶動創新技術發展 為全人類做出應有的貢獻 此外呢 這個尼爾森啊 他在訪談的時候呢 又老調重談了 說對中國大陸航天計劃 缺乏透明度 感到失望 還說呢 中國航天器殘骸的危害論等等的 那中國大陸一直不公開 所謂的這個相關計劃 不讓任何國家知道航天器殘骸的軌跡 對此呢 黃老師他怎麼說的 黃老師說呢 其實中國大陸航天的計劃非常透明啊 有看我們節目就知道 我們都一直說到中國大陸的計劃 像是呢 無論是空間站項目 還是呢 深空探測項目 探月探火項目 他們說啊 中國大陸航天白皮書裡面 都寫得非常的詳細 而且呢多次也邀請外國記者 實地來參觀發射任務的現場啦 空間科學所取得的相關成就 也都在國際上同步發布 那關於呢 火箭殘骸的數據以及航天器 載入相關的訊息 都是第一時間向國際社會來通報的 因此黃老師說 你炒作中國航天計劃 缺乏透明度的指控 完全失控 完全失於事實 您認為 美國的指控有道理嗎 也來一起聊聊 說到呢 大陸跟沙特的高科技合作 北斗衛星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指標 北斗最近真的消息好多 而且都是好消息 國際搜救的衛星組織有宣布說 北斗衛星系統呢 其實正式加入了國際中軌道的 衛星搜救系統 代表啊 大陸的北斗系統 又再次獲得了國際認可 一起來聚焦呢 國際搜救衛星組織 第67屆的公開理事會 在2022年11月16到19號召開了 而這個大會上呢 來看到 它正式宣布了 大陸政府跟國際搜救衛星組織 四個理事國 包括加拿大 法國 俄羅斯 還有美國 完成了北斗系統 加入國際中軌道衛星搜救系統 合作意向聲明的相關簽署 這標誌著 北斗已經正式加入了國際中軌道的 衛星搜救系統 這也說明了 大陸正式成為國際搜救衛星組織 空間段的提供國 北斗國際搜救服務成為 東訊跟手機製造公司巨頭華為公司 它不有宣布這個嗎 今年9月推出了MAT50系列 是業界首款支援 北斗衛星的智慧型手機 年底的時候還會推出呢 全新的超低功耗的 北斗定位晶片 這款的北斗定位晶片呢 是12奈米工程的製作 那功耗只要10毫瓦 10毫瓦這麼低 那另外來看到呢 它如果放在智慧型手錶的話 居然可以15天不用換電池 好 快科技有特別報導 今年華為推出了MAT50系列呢 就是業界首款支持 北斗衛星的大眾智慧型手機 那這個機型公布之後呢 更多的普通消費者 能夠進一步了解到 大陸北斗衛星的相關的技術 央視啊在好幾個月前 其實就已經預告說呢 說在北斗定位的晶片的 指出來北斗星通公司呢 要製造全新超低功耗的 定位晶片 在年底的時候呢 這個晶片就會向呢 面向穿戴設備啦 還有物聯網 這些相關的領域來運用 那報導也說呢 這一款北斗定位的晶片 由北斗星通自行研發 採用是12奈米的工藝 功耗大概是10毫瓦左右 可能是目前事實上 低功耗的定位晶片之一 好 如果在手錶上 使用就可以15天不用換電池了 根據瞭解呢 北斗3號3號的載軌衛星 加上原本已經超級服役的北斗2號 一共有多少呢 一共有45顆的衛星載軌提供服務 明年規劃還會發射3到5顆衛星 進一步強化星座 而且確保系統的穩定能夠運行 好 提到了北斗就要說到 大陸官方呢 其實日前也有宣布 新時代的中國北斗的白皮書 那陸美說呢 大陸北斗衛星系統的技術演進 真的是超前 有望超車美國成為全球領頭羊 白皮書在介紹北斗衛星系統的 最新技術的演算 還說呢 北斗系統精度超標時間 從86.4小時 大幅縮短到了8.64個小時 那特定地區甚至可以達到 2到3公尺的精確度 意味著定位相當精準啊 那大陸白皮書說呢 北斗衛星的導航系統 是大陸著眼於國家安全 還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自主建設的 獨立運行的衛星導航系統 經過多年的發展 這個系統已經對全球的用戶呢 提供像是 全天候啦 全天使啦 還有高精準度的定位 還有呢 導航跟售食的服務 需要新型基礎的設施 好 大陸官方表示呢 眾所周知的GPS的導航系統 早在生活當中不可或缺 但是呢 在今年上半年 曾經有陸媒的科技媒體有估計 像是呢 北斗衛星怎麼樣 北斗衛星系統 導航已經拿下了137國的合作訂單 產值超過了4000億的人民幣 未來潛力呢 有望是能夠超過美國的GPS的技術 取代GPS的領先的地位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呢 GPS未來可能會被北斗給超越嗎 收到大陸的北斗系統的助力 迎接神舟14號的航天員 順利的返回地球 2022年12月4號的20點09分 神舟14號返回艙呢 成功降落到了東風的左陸場 航天員呢 陳東流洋還有蔡世哲身體狀況都非常良好 神舟14號在人飛天的任務呢 取得圓滿的成功 這次收救的任務呢 其實可以看到最大的難點 是集航跟夜間的條件 那夜間搜索發現目標好難好瞞呢 所以針對夜間搜索的難題呢 大陸來看到的是網通越研製的回收區北斗泰式的系統 就安裝在搜救平台上 助力呢 神舟14號的飛船能夠快速回收 它就利用的是北斗導航的系統的定位 還有呢 短暴文的功能 那構建出指揮中心能夠進行呢 指揮啦 搜索平台三位一體的指揮體系 使得呢搜索力量的態勢分布更加的一目了然 那便於呢 指揮中心能夠針對性的排兵佈陣啦 讓返回艙能夠更加精準度的 能夠達到效果 所以北斗可以看得出來 真的是有實戰的一個功能 而且真的定位非常的精準 要進一步 integra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